大家好 我是樂樂樂模 大家好 我是Mijiko Mijiko Mijiko 你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拯救婚姻的三寶 但我覺得 三寶是什麼 就是三個寶貝 但我覺得更 那這個就是我啦 但我覺得 不能說是拯救婚姻 我覺得應該要說是拯救主婦 主婦就是你媽媽 就是拯救主婦 好 為什麼要叫拯救主婦咧 因為婚姻通常就是不會有救了 哈哈哈哈 開笑吧 我覺得三寶現在已經不夠了 掃地機器人 洗碗機跟乾機 但媽媽覺得不夠 媽媽覺得還要再多一機 廚餘機 廚餘機很棒 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我現在介紹前面三寶的好用的地方 這一檔 比如說上洗碗機好了 呃 因為我們家呢 的同居人呢 是做洗碗的工作 跟倒垃圾 但是每次碗 我們之前沒有洗碗機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碗 它就是可以 很油膩喔 它都可以視而不見 然後隔天早上再洗 然後就變得超餓 啊 因為你知道你這些廚餘不用 然後就會長什麼 蟑 對 它會有什麼 小什麼 小 媽媽 哈哈 好可愛喔 跟小強 就是蟑螂 所以我非常 care 我非常 care 就是留過夜的這些廚餘垃圾跟碗盤 那自從有人洗碗機 我再也不需要任何人幫忙了 我就是把碗盤上面的油跟廚餘 去處理掉 然後把它放進洗碗機裡面 按 那再來第二寶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乾衣機 我自從有新家了以後 就是後陽台非常的充足 後陽台的大小 是我考慮的點之一 因為我就是想放乾衣機 因為我們住在北台灣 啊北台灣呢 就怎麼樣 非常的潮濕 很常下雨 所以每次衣服都很難乾 或是你在那種 陰陰天氣曬衣服啊 就是那種絲絲悶悶臭臭的 然後很多人大部分都是用那個除濕機 那你就要把衣服怎麼樣 放到廁所裡面除濕 或是給他一個額外的房間除濕 然後在那邊收 我覺得 Come on 很沒有效率 就直接買一個乾衣機 那以前我們有時候出門啊 會忘記要曬衣服 還沒有乾衣機的時候 開假玩你就要再洗 是很煩 但自從有了乾衣機 我就只要把洗 即使我真的忘記 我就把洗好衣服掉乾衣機裡面 一個小時後 熱騰騰的出來 而且你沒有摸過 就是很熱很舒服 剛才精神的超棒的 第三寶是什麼 掃地機器人 所謂機器人也很棒 因為你知道身為主婦 我們真的有非常多的工作 我們如果不在家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APP操作 然後就可以讓它去掃地 它就會好好的掃地 讚 我覺得三寶已經不夠了 要增加第四寶 就是廚魚機 那其實老實說 我之前看其他團媽在開團 廚魚機我真的笑想很久了 但是因為你知道嗎 一台就要差不多就要一萬以上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我就一直很怕買了沒用 你知道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挑啊 想了很久了 最後就選了 比較入門價格 大概就是一萬出頭 然後外型好看 欸 外型好看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廚魚機 外型不是很好看 最後我們就選了這台 KUDI KUDI KUDI的廚魚機 欸你們看 你們自己說 是不是長得很漂亮 好我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首先它就是一個配備讓的合 外型 然後呢全白的 然後你們看它的大小 好像是泡泡藥 有一點像水霧被牙齒 不小心丟 不會即使真的髒了 你就又濕的抹布 擦一擦就好了 齁 然後再你們看它的大小 就是不會太大 大概就跟IKEA垃圾頭差不多大 然後呢 它的這邊 會有一個膜 你知道我當初還想說 欸奇怪 為什麼會有刮痕 後來才發現 欸它真的是膜欸 因為它的膜 真的很不膜 我非常認真的切膜 我們收到KUDI了以後咧 它裡面就會有這些東西 廚魚機本身的機器 裡面會有一個廚魚筒 你們看一下它的刀 它裡面的刀呢 攪拌的刀 哪邊有刀 有看到嗎 那個就是刀 它是圓的不尖銳 所以如果小朋友真的觸著去摸到 或者是我們洗的時候用到 也不用擔心 兩個濾心 我們有一個濾心 已經放到機器裡面了 但這個濾心 大概是三到六個月的時候可以換 啊什麼時候換 老實說就是你覺得臭了 就換 啊每個食用的狀況不一樣 你放的食物啊 環境的潮汁什麼都不同 都會影響到 然後呢 它這個換一個就是590 我覺得還行 要有濾心 濾心就是運作過程之後 可以讓味道稍微減輕一些 然後再來就是清潔刷 那請大家注意喔 有濾心的東西 記得把什麼 膜拆開 我已經拆開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安裝過程 這是機器本身 這個裡面是什麼 這個是裝水的 樂樂說這邊是什麼 樂樂說這裡是什麼 這個 這個是水箱 當你發現裡面水滿的時候 你就這樣子把它拔起來 倒掉就好了 可是我們目前又一個月下來 水箱沒有滿過 綠心放在這裡 我很喜歡Coodie的好處是 它都很好拆妝 你看喔 綠心就是這樣 拔出來就好了 放進去 這個蓋子怎麼開 按一下 然後 就打開了 我要開 對 這樣就打開了 Coodie它有一個功能 是它可以自動清潔的功能 你就是 按 它就會自己清潔 那你們看這邊 這邊也可以拆掉的喔 按一下按鈕 可以 按掉就可以拆掉 然後就可以洗一洗 因為這邊有時候會有一些儲物分上來 拆妝非常的容易喔 你要怎麼用 就是把它關起來 然後插電源 它就會 亮燈 然後你就按下 它是觸控式的螢幕 你就按下電源 它就會開始運作了 那它的流程呢 就是會先乾燥 抽乾 然後接著UV殺菌 就完成 UV殺菌 UV殺菌就是 讓它晒一些UV的光 然後殺菌 把血菌弄走 然後你把 除菌頭拿起來以後 裡面就是這種像這樣子 乾燥的變成垃圾 那我就是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就會開始除菌的運作 然後到了隔天早上就會好了 然後就會變成乾燥的血血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一週大概七八天 使用下來的狀況 那平常會大概會 會一個禮拜會煮五天 然後其他十二十日吃外面 或是叫外送 你用完 就會變血血 你就再把新的廚具弄進去 再用完就一直這樣子累加 那它單次的限定是一公升 那整體加起來就兩公升 總而言是你不用記到你幾公升 你只要記說 不要超過它裡面出雲頭 會有畫好的那個線 就OK了 嗨 第一天 忘記了 所以就是剛洗完澡的一個狀況 廚魚有 今天吃 小松菜 有肉飯 還有什麼 玉籽沙 第一天廚魚 小松菜 哈囉我是大大 看了根本就看不到你 小松菜丟進去 小松菜 早安 今天來到第二天 早安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厨余桶变怎样了 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的厨余变成这样 超纸少耶 只占了叶片的两片 今天早上又有一些厨余 因为乐乐水上要野餐 所以我切了一些水果 丢了一些 所以我要把一些水果的厨余丢下去 就是这样 这三个法案 烈雾 好 跟起来 晚上的时候再继续放 第三天 目前都还没有超过蟹 我今天煮了日式高桃 区域会有昆布柴鱼片 葱蛋壳 然后还有一些 一点点饭啊 渣渣啊 我觉得可以倒是厨余桶里面 这是第三天的量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厨余量 有水果 有备料的餐 有吃剩的厨余 我们把它放进桶子里 再盖子 OK 好 开始 第四天 来看看我们家的厨余 第二天 快到廚余 你看 哇 你看到厨余的感觉好爽喔 这好像是一个酸掉的萝卜糕 然后今天煮了萝卜排骨汤 所以萝卜 红萝卜 还有、萝卜糕 哎这都是萝卜 好 好 我們來開始 按一下 第五天 忘記排了 因為我嘴頭好痛喔 第六天 因為我 明後天要去健康檢查 所以這幾天在滴渣 所以廚餘量也跟著有減少 這是我們第六天的廚餘 大部分都是水果 檸檬 OK 那去攪拌囉 今天是第七天 我在家裡為什麼要戴口罩 因為我感冒了 這是前面六天已經攪拌過後的廚餘料 線在這裡 不要超過這條線 還很能放 嘿嘿 所以呢 今天我要做的料理是 青草 菠菜 玉子燒 煎選魚 煮完飯了 第七天的廚餘 有飯啊 剩飯 水果啊 還有今天煮的菜 背的料 還有菜啊 雞蛋啊 今天是第八天 啊 我們不是錄七天 但因為我發現有一天我們的廚餘量真的蠻少的 所以呢 我就多補一天 所以今天是第八天 今天廚餘非常的多 我們來看看吧 這就是今天補入第八天的廚餘量非常的多 啊 線在這裡 有一點剛好的 在這線上 OK 終於要來清洗廚餘肌了 來看看吧 這其實是八天的結果 但老實說 還可以再放欸 它裡面的屑屑 都是乾的 摸起來一點都不餓 就感覺像在摸土一樣 都是乾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乾的 然後我 我通常都會把它 全部都倒掉 然後我會自己洗 因為我覺得很好洗 那其實它的機器本身 就可以自己洗了 然後我現在要先去 把裡面的廚餘給倒掉 放掉以後我就會開始 洗了 非常的簡單 那我本身呢 在洗的時候 我會把上面這一個 給拆開來洗 就是這樣子拆 就拆開了 然後這邊 我就會用濕的東西 打擦一擦就好了 很好解除 很好清潔 很好清潔 好了 洗完了 乾脆溜溜 然後我就把它 硬乾 完成 那接下來呢 我要針對這個 來做一些 開箱的評分 我的滿分就是五顆星 那第一個就是它的外型 它的外型 我就直接給它五顆星 不論是顏色 或者是尺寸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現在 土婆大眾的家庭 再來第二個呢 是效能 它的運作 或者是非常好 我的咬 弄 沒有辦法 刀都剁不掉了 那就不能放進去 那我們這樣一般使用下來 因為我們一加三口 會有七到八天的廚餘量 還綽綽有餘 然後 我可以減少了滿多 到廚餘的時間 整理廚餘的時間 再來就是 不會臭 就是放到那裡 不會長醜 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已經處理過便 一般垃圾了 所以效能上 OK 它幾顆星 五顆星 然後再來重一點就是 我覺得它的性價比 因為它大概是一萬出頭 然後 有一些市面上的 處理機是不用換 綠型的 但老實說我覺得 不用換綠型到底真的會沒有味道嗎 我不知道欸 好 反正我覺得 要換綠型好像也可行 反正才一萬出頭 剩到六個月 花得一年 你才花一千多塊 就換個綠型就可以了 那所以 我覺得在那個 CP級的價值上 我也是 我給它四顆星 因為它畢竟還要換綠型 呃 它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是 剛開始你買來的時候 它在運作的時候 會有一點生意 但你大概 使用兩三天以後 這生意就沒了 那再來第二個缺點是 併做的過程中 因為高溫加熱的關係 然後水分會蒸發 會散出來 那就會有味道也會出來 所以這運作會說 其實是會有些許的味道 乾燥的過程結束以後 就不會再有味道了 所以呢 我覺得味道這點 我有18%扣分 所以整體下拉 14.5顆星 所以推薦如果有想要嘗試 烏魚機的朋友們 考慮這一台 入門款 如果你是住公寓 你沒有辦法回家倒垃圾 遙有一些廚藝要處理 我覺得這也非常適合公寓的朋友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這一台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我們 分享跟讚喔 掰掰 掰掰 媽媽這個不錯 我這個好便宜 你懂喔 哈哈